1946年3月16日,戴笠带着从马汉三那里追回的九人宝舰,从天津飞往青岛,准备会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科克。 但是,等戴笠到了青岛,发现科克已经在当天飞往上海,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,商谈军舰援助团体。 随后,戴笠安排上海军同伴之后,于3月17日下午2时,到上海龙华机场接待,让重庆的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戴笠的行程。 在青岛小气的一夜后,戴笠又急忙飞往上海,但是在即将抵达上海时,飞机却飞了时时,戴笠已被扫兵。 这个消息一直被押了五天后,才由申报最先披露。 当时文章的标题是,一军机离青来户,在南京失事坠毁,乘客中有戴局长卫士两名。 文章中并没有提及戴笠,也在坠亡名单中。 直到第二天,也就是3月23日,在《大公报》的一则简短的报道中, 才正式发布了戴笠坠亡的消息。 但是这则报道仍然没有提及事故响起。 直到4月2日的中央日报,才在第二版上详细报道了戴笠坠机经过。 3月17日上午11点40分钟,戴笠急恐先防岛7月,乘舵飞机飞往上海。 由于上海天气不佳,于是改飞南京降落。 当天13点6分左右,戴笠专机到达南京上东,但是由于遭遇大雨天气,飞机无法正常下跌。 没想到几分钟后,戴笠的专机突然撞到南京市江宁县板桥镇,海拔距离184米的带山。 紧接着,戴笠的团机立即发生了爆炸,轰轰冲天,大火整整燃烧了两个多小时。 飞机上包括戴笠坠人在内的13人全部临练。 戴笠坠机身亡的消息一经看出,力气引起了轰动。 尤其是戴笠随身携带的九龙宝剑,更是让戴笠之死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。 自从九龙宝剑的第一代主人乾隆死后,九龙宝剑就被埋葬到了御林,成了地下的阴界。 民间传言,凡是得到此剑的人,都将死于非命。 在九龙宝剑重新灭世后,历经了孙殿英、马汉三,川岛方子及戴笠之手。 在这些人中,孙殿英死在了战犯收铃所,马汉三被毛人缝秘密处死,川岛方子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枪决。 这些人的死都是死于非命,因此有人就把戴笠之死也归落于九龙宝剑。 不过,这个说法显然迷信,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 那么,戴笠之死的背后,是否真的另有引擎呢? 那么这起空乱的发生,也有人对戴笠之死进行了推测。 说是不是蒋介石还要清理这个门户,戴笠伟大不调,要清理他,策划的这场空乱。 事实上,戴笠死之前的那段时间, 戴笠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。 戴笠长期为蒋介石做情报工作,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文保。 但是,随着戴笠功劳越来越大,他与蒋介石之间产生了猜忌。 蒋介石认为戴笠对自己构成危险, 所以,司机除掉戴笠,对蒋介石来说,就是除去了一块心病。 不过,仔细推敲下,这个说法却是疑点重重。 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,如果真要处理戴笠, 随便找个理由,就可以把戴笠杀了,或者软禁起来。 蒋介石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制造飞机事故的方式。 关于戴笠的死因,当时被广威流传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, 即戴笠是被马汉三暗杀的。 马汉三利用戴笠好色这个特点, 将自己的机要秘书兼情人、年轻漂亮的刘玉珠安排在戴笠身边。 刘玉珠以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, 暗中打通了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各关节。 当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,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, 向警备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。 在场的几位人员并没有对刘玉珠产生怀疑。 刘玉珠登上戴笠的飞机后,迅速安装了定时炸弹。 刘玉珠安装炸弹这个说法在当时被广为认可, 尤其是戴笠死后,马汉三和刘玉珠就被毛人凤给秘密处死。 这似乎也更加印证了,马汉三就是杀害戴笠的元凶。 那么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? 实际上,这个猜测也是存在很多疑点。 起一,民间传言刘玉珠年轻貌美,是马汉三的情妇。 但是,实际情况确实,马汉三确实有个叫刘玉珠的心腹秘书。 但是,这个刘玉珠原名叫刘贵青,是个年纪四十的男性。 所以,马汉三用刘玉珠实施美人计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 另外,马汉三和刘玉珠确实在1948年被毛人凤处死,但罪名却是贪忧。 而且,抗战时期的定时炸弹大都比较简单。 起爆时间一般也就一个小时左右,而戴笠专机却在空中整整飞行了三个多小时。 因此,马汉三爱杀戴笠的这个说法也不能成名。 据时任军统总务处处长沈罪,在我所知道的戴笠艺术中记载,戴笠的专机失事后,九龙宝剑的剑鞘和剑柄已被严重烧毁,只剩下了一段残损的剑身。 于是,沈罪就将九龙宝剑和戴笠的遗骸一起放住了棺材中,最终被埋葬到了南京紫荆山下,化作了春泥。